雙腳泡泡泡 手刀衝衝衝 高雄市長韓國瑜火速就定位 跟局處首長拍大合照 我把老老撥一撥 被攝影師虧 頭髮掃 韓國瑜跟大火遮遮樣子 市府團隊和樂融融 但經過半年多磨合 市府內閣傳出最慢8月底小改組 高雄市政府的所謂小內閣 這個部分人事調整 是事態必行的 一定要調整 完全是就高雄市政的治理 以及這個團隊 大家彼此的默契 跟功能的發揮來著眼 跟選舉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一波改組目標外傳就是副市長 卸任的葉匡時 李四川 洪東偉 可能由前勞動部長陳雄文 取代其中一位 團隊調整還是會以 來全力充斥高雄市政為主 那這些人事的調整很快就會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命令就會發布出去 小內閣改組為了讓市政更順利 現在也傳出局處首長 將更換四位 有新任有前朝成員 地政局長黃靖雄 前朝局長唯一留任被外界點名 四位局處首長更換主因政治敏感度不高 未來任用人標準 不易出錯 閒熟民生議題 將組成戰鬥內閣 外界也盛傳新聞局長王淺秋 可能轉接競選總部發言人 看市長的需要 但是目前我所知道的 並沒有這樣子的規劃 目前就是我會在新聞局這邊繼續努力 王淺秋否認傳言 但自從韓國瑜初選勝出 28號全代會將獲得正式提名 團隊小改組故事證也衝國證 記者無國證王書宏 A4名小組高雄的